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他们是已经有召开了记者会就表示他们会把中文贴子给拆下的 对那么在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张建仁就提到说他们会去把贴子给撕下来 然后他们也会去星期一也会去缴罚款就是去接DPKO给的罚单 但是他们是不会道歉的 那么他说到就是说他不会去 但是当记者问到他说你什么时候要去撕这个贴子的时候 他只是说我们会安排 所以那么这个东西是不是表示他们是准备是静悄悄的呢 还是准备就是自己不要惊动媒体的情况下去撕这个贴子呢 但是不管是哪一个方式 我觉得这个课题其实都不应该再被放大或者是继续炒作下去了 嗯是因为呢其实我觉得说这样的一个课题呢 他也是还蛮敏感的 其实讲到这种路牌的话呢 我就记得说就是之前呢我一个喜马的朋友 他就有来到这个沙拉越 就是前几年的时候他来这边旅行 然后当中呢我就有就是开车带他到处去玩的时候 有一天他就突然间跟我说 他讲你们这边的路牌是非常的特别哦 我就问他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你们这边的路牌呢是双语的 那我当下其实那个想法呢 我就觉得说哇我才恍人大悟 原来呢其实这个双语的路牌啊 就是因为毕竟可能是这个土生土长的沙拉越人嘛 所以你最习惯了这件事情 但是在别人的眼里就还蛮珍贵的一件事情哦 那么我就觉得这个事情 我们其实要从秦跟李的两个角度去看 那么从李来看就是说 国语是这个官方的语言嘛 所以那么就是在从过去几天的这个双方的交锋 我们都有提到看到他们提到说宪法是说必须规定是说你必须用这个国文嘛 可是你从这个李上的确是如此 所以如果你从李的角度来看 这个DBK又换了新的路牌不再有中文 那么如果以李的角度看是李应该是如此 可是我们再把它看到从在西部 就是似乎是以华人为主的人口嘛 那么为什么他的路牌是有双语的呢 那么其实我就说这个是离不开情 就是地方上的一个情意节就是大家可能照顾 所以同样的回到这个事情上 其实我觉得在萨劳业是可以用一种理性的沟通 可能是说我们在华人区比较就华人区的地方 我们这路牌就有这个中文字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通过沟通的 不一定是说一切就是要用一种很强烈或者激进的手段 去达到那个目的 那可能是适得其法的 不过呢 其实坦白说 对于古今社青团 他们想要去捍卫这个双语路牌的这个想法呢 我个人其实是还蛮认同的 因为呢 其实我们也知道毕竟这个双语路牌是杀业的特色嘛 而且我们其实也没有办法否认 就是呢 有一些事情就是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之后呢 然后就是在一定的这个舆论压力之下 可能有一些的单位呢 他们才会开始采取行动啊 或者是他们才会出来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 或许他们是想要达到说 他们要引起关注 或许可能他们的本意并不是怎么样 那么我可以这样的解读 就是出发点是好的 就是想要唤醒 但是唤醒就是大家对中文路牌的关注 但是我觉得是用错了方法跟走错了这个方向 我觉得虽然他们可能是说过去像这个北市市政局 反应的时候没有得到一个回应 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反应是只是通过这个爆章媒体的喊话 还是真的是有有这个面对面坐下来这个交流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其实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你可以用一个理性讨论的 那么其实这个没有中文路牌 我的印象是其实在美里一些地方也是同样是没有这个中文字的 那么这个东西在不只是沙老月 其实西马很多地方是已经是看不到的 为什么沙老月今天还成为一个特色 有这样的特色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包容的一个地方 我们的种族其实是都很包容 即使是我要说的就是土宝党青年团 他在批评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其实也是一种提醒说我们不要把它演变成一个种族课题 如果今天行动党是坚持还是不去猜的话 那么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会越演越烈 那么比较庆幸的是说最后是他们说他们同意去猜 只是他们不愿意道歉 是也是有道理 或许呢如果说他们如果在一个没有获得一个允许的情况下 他们就去擅自行动的话呢 那可能最后就算他们真的争取到那个美意就已经没有了 因为呢可能就会引起我们之间的不满 那其实这样的事情就还蛮可惜的了 对我觉得应该是要用一个多元的角度 就是用长远的来去看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可以反映 当然我不认为说这个事情这个中文路牌的课题 虽然他有敏感 但是敏感不代表我们不可以公开讨论 我们是可以讨论 但是必须用一种理直契合的态度去议论他 嗯好那今天这个平行而论呢就到这里 当然最后还是要非常的谢谢丽品 也要非常地谢谢你的收看